亲爱的弟兄姊妹,大家平安,我们思想,当你我生活环境有很多的问题,困难,甚至我们身边的同事,同时有很多的恶人的时候,我们怎么自主呢?我是否会抱怨,身边的人很糟,我们当如何自主? 诗篇36篇是大卫的诗给我们一个美好的榜样,大卫在恶人中仍然要赞美神,交叉型结构,一到四节提到了作孽者的行径, 第一节,恶人的罪过在他心里说,我眼中不怕神,根本目中无神,自然目中无人,他自夸自美,以为他的罪孽终不显露,不悲,恨物,他口中的言语竟是罪孽,他床上涂谋罪孽,定义行不善的道。 我们看到这些作孽者,从口到心充满了罪恶,上帝要做的工作,十一到十二节,是神要刑罚,不容骄傲人的脚践踏我,在那里作孽的人已经扑倒,他们被推倒,不能再起来,上帝要做公义的刑罚。 这是大卫的信心,更奇妙的是,在作孽者在旁边围绕的时候,大卫选择赞美上帝的慈爱,在黑暗环绕的时候,大卫点起一根蜡烛,点亮亮光,这亮光是上帝的慈爱。 神的慈爱彰显在哪里,五到六节彰显在天地,耶和华你的慈爱上级诸天,你的信使达到穷仓地的公义,好像高山一样的高大,判断如同深渊如此的深切,耶和华人名深处,你都救护天地,彰显神的慈爱,七到九节更彰显上帝的慈爱,神拿你的慈爱何其宝贵,圣投告在你翅膀的印象,他们因你电力的肥干得以保足。 你也必叫他们喝乐喝的水,因为在你那里有生命的源头,在你的光中我们必得见光。 大卫看到在圣殿中有神的慈爱,有神的肥美,有神的宴席为我们预备,有生命的源头,有生命的真光。 而大卫也看到上帝要做的工作,是施慈爱给正直的人,第十节,与你常施慈爱给认识你的人,常以公义代心理正直的人。 何等的奇妙,大卫身边有很多的恶人,而在黑暗围绕的时候,大卫选择看神的慈爱。 他心中有一个光,是上帝的真光,上帝的慈爱在天上,如同高山,上帝的慈爱在圣殿,上帝的慈爱更在每一个认识神的子民心中。 愿主让我们成为黑暗当中的烛光,我们来祷告。 主耶稣我们谢谢您,你知道我们所经历身边很多恶人的围绕,但求神帮助我们不看恶人,看上帝。 上帝的慈爱在天地,在圣殿,更在我们的生命中显得真实与宝贵。 求主接受怜悯与我们同在,听我们的呼求,奉耶稣的名,阿们。